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规范和秩序的美 都是为广大老百姓所追捧的对象 因此 也许一个人的楷书书法 即使不被当代书坛所广泛认可 也依然有着广泛的拥顿 并因此而获得广泛的名利 就像田英章 田韵章兄弟 他们靠楷书功夫 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 至今 仍有众多的追捧者 与二田兄弟相比 他也书写凯书 却喜欢知难而上 以刘铁凯书为宗法对象 在默默无闻中 他培养书法学子上千人 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书法教师 他叫车四臣 车四臣和许多书法家都一样 自幼就喜欢念字 在父亲的引导下 他早早就开始 便临名家悲涕 多体兼能 其中他对流体凯书用功最深 造诣颇高 也因他这独特的书法喜好 文从沈梦了解 他被认为是当代少有的流体海书书法大将 相较而言 车四臣能走上书法教育之路 是很不容易的 他早年年时代的耽搁 干过许多工作 1980年代 年近三十的大 升职学习的重要性 他先上韩寿大学 再次考核北市大中文系 直到41岁时 他才和比他小十多岁的青年成为同事 开始专职教授书法 以此同时 他还坚持书法研习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教书于人的同时 他被特聘离书法标准教材 书法概论的副主编 截至2014年 他已经为河北省编写课本贩子书册三十余种 可谓贡献良多 经过多年的研习 车四臣的楷书书法 以具备基本的个人风貌 观看他的书法 是一种享受 安静平和 没有草率和杂乱 一笔一画 其笔收笔 运转自如 他不媚俗也不媚雅 才诚而明亮 准确地还原了书法 本来应该有的面目 在当代 书法乱象丛生 像他这样 坚定不移地理督于传统 不炒作 不宣传 不是张扬 像这样紧研究书法技巧 不莫名利的人生追求 在当代已经是极少数了 您觉得如何呢 估计你倾断的 way in acab Fanji